今天给大家唠了蔡文姬啊 这个无奖牛逼啦 一个背歌 一个断肠 往那一处 你就特别难受 你不杀没输出 你杀我就背歌 我盼啥都不亏 盼个红桃我回血 盼个方片我摸牌 对 盼个梅花你戏牌 黑桃你翻面 我美滋滋的 那这时候有朋友呜呱呱了 说我没必要去用沙干你蔡文姬啊 我拆迁流 破坏你的手牌 或者是用其他什么决斗 或者是用什么技能的魔法伤害 去干你也行啊 那你说这个 就是你有所不知了 当年的三欧杀环境 除了杀之外 还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攻击手段 而且你说的什么拆迁流 破坏人家蔡文姬手牌 那这个就是你太理想了 先不说厂商有没有拆迁流 就算有拆迁流 你费半天劲 消耗我蔡文姬的手牌 那挺好的呀 我就吸引嘲讽 让队友拥有一个更好的输出环境 本来我蔡文姬 就是在团队里面的光环型武将 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让队友全变成卖血流武将呀 就是让队友舒服呀 我根本就不怕拉槽 再说了 我可是有二技能断肠呀 这不够威慑你吗 你杀死我 你就没有技能了 你没有技能了 你还搁着唠啥呀 我大独裁 是跟你在这里嘻嘻哈哈的 当然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来咱六血魔将的地位了 就没有办法 毕竟咱大化熊个人能力强 对吧 那这也没啥好说的 不过说真的 这个断肠这个技能啊 真的挺强的 当年蔡文姬 在团队里面 就你必须要先限制他 你不去搞他 先去杀他的队友非常难受 看几下杯哥 可能后面就没得玩了 因为排叉已经被蔡文姬拉出来了 但同时你要先杀蔡文姬的话 那这断肠非常难点 你说啊 让团队里面最弱的武将去打蔡文姬 太理想化了 绝大多数时候 就是团队里面那个最强的武将 无奈去杀蔡文姬 所以蔡文姬在当年真的很强 不给大家开玩笑的 当然啊 一般来说 蔡文姬也就只能去当反贼 主公和内奸别想 个人能力太差了 没法当啊 这一点也可以放在国战里面分析 就是蔡文姬啊 在群雄这个国家里面 是一个不错的团队武将 当年群雄铁三角 孔戎 化妥蔡文姬 真是恶心的一批 但是 你蔡文姬 一旦没有团队 就是纯纯傻懒子的武将 除了因为你低嘲讽嘛 混到后期投机 这还能玩吧 其他情况下 那就谁也打不过 当然啊 除了你另外一个武将搭配是 貂蝉袁绍这种输出型的武将 你独狼还是可以玩玩的 OK 这是蔡文姬 这个武将在三国沙中 有它存在的意义 虽然说我也不是太喜欢玩这种片刻型的武将 但是毕竟蔡文姬有团队参与感啊 至少是在场上有存在感的 就仅凭这一点 蔡文姬就算是一个设计的还不错的武将吧 对 指子八拍兮 你拍幽 何知曲长兮 兴转愁 悲歌可以当气 远望可以当归 日冬月兮兮 图相望 不得相随兮 空断肠 流落异乡 愁短肠